这里是世界之窗的地铁口 刚才那个是其中的一个安检通道 我带你看另外两个安检通道 基本就没有人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这边都拍很长很长的 对 奇怪 大家不探索一下吗 这里是第二个 基本上就已经不排队了 就是来了就能走 这是第三个 这几个安检口都可以进站 所以看到队伍比较长的可以找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有没有排那么长的队 白石舟的就不行 白石舟所有的口都是排那么长的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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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瑞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几件不是包啊 真的之前可能介绍包比较多 那今天是在 因为之前店里面的一些货物呢 陆续到达我们这个店 所以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呢 我个人就发现了一些 真的是有必要 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的东西 好首先带给大家的是一款 卡迪亚的怀表 那卡迪亚的造型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那这个确实是我个人 特别喜欢的一块表 那造型就是这样 但是呢它是一个 有盖子的怀表 非常亮 那我们在这个 货仓的记录里面 给它订到的95新 那其实像我刚才 把它用手套擦干净之后 它特别特别亮 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瑕疵 所以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给它到98新 至少是98新或以上 那这个怀表 其实是一个非典型怀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并没有放链子的地方 周身 非常圆润 没有一个可以挂链子的地方 然后也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怀表 那卡迪亚出这样的一款怀表 它的用途在哪里呢 直到当我把它摆在了我的45度角的位置 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会觉得如果它在你的工作台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一会我会放一些照片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并不贵 只有一万出头的价格 所以在二手商店真的是可以去尝试淘宝的 那可能这个淘宝可能大家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淘宝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二手店能够淘到宝 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红色 而且真的是减了大便宜 这个表的功能不光是指示时间 我们看到它有第三个针 它有时针分针还有第三个针 那那个针并不是秒针 这个表现在还在走时的 现在也就是录制视频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多 那第三根针呢 它是闹钟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按键 这个是它闹钟的按键 拉开来呢就是会作为闹钟使用 然后到时间之后你按下去 它就会停止声音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块表 我真的已经心动了 如果你喜欢呢 那我就个爱给你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卡迪亚的这块 我们先叫它怀表吧 对 这块怀表 如果你加我的微信告诉我 你要买这块怀表的话 我就知道是它了 好 接下来是 如果颁一个奖的话 应该是最意外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这个盒子就能看得出来 它是爱马仕的 爱马仕的东西 那再看到这里呢 我会想呢 可能是专门买来的锁 然后有可能包袋啊 或者是这个包上面的锁 坏了之后 你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配件 但是呢 我还是年轻了 一开始我也并没有发现 那后来是在看它的说明书的时候 忽然发现 它是一块表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对 把一个经常用来做锁的造型 给它做成了一块表 这个样子 而且它的风膜还在 是一款全新的产品 它的电池更换时间是2007年1月 所以说它应该是比较 年龄也比较大了 但是是没有被用过的 那如果把它拿回家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脖筋包上 系上截儿 放在脖筋包上 那就不只是一个装饰的功能 而且它会告诉你时间 这个表的价格呢 我稍后会在视频里面写在下面 大概就1万多 不是一个超高的价格 是你可以接受的一个爱马仕产品的价格 看一下 接下来的两个东西呢 是在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让女孩子们尖叫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很美很美的东西 是什么呢 Diffiny的项链 可能视频里面并没有像我现在直观看到的这样 但是呢 你也能通过视频看到它有多美 真的非常非常细的项链 再加上非常精致的做工 然后它的设计也非常非常漂亮 这是第一款 先给大家看一下 尤其在这个黑色的盒子背景里面呢 显得更加的精致 好 就是Diffiny的一个钥匙造型的项链 上面会有些相赚 价格呢 大概是2万多一点 那我会把它的定价放在视频里 可以私信我来寻底价 另外一个我觉得 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的 Diffiny 是她 探前盒子要小一些 那其实也更加的精致 是一个圆形造型的项链 那也是让我们的同事 爱不释手一直在释戴 然后拍照 如果我老婆天雪在看的话 你如果喜欢我帮你拿下 这个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大概是1万多的价格 价格呢 标在视频上 你来做参考 然后私信我来寻底价 我每一期都会把我的微信放在视频的结尾 最后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已经售出的一块表 是 卡迪亚的一款方形万表 然后贝母底 对 可能在视频里面它是白色的底 那其实是一款可以有渐变色的贝母底 价格大概是7000多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仔细去淘的话 一定会从二手商品里面淘到你喜欢的超值的东西 好 今天关于名品的介绍就到这了 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产品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私信我跟我一起联系 现在是下午的将近四点钟 我们要把收回来的货呢 送到上海的店 当然不是我们送了快递去 那我们现在是从这些货里面去给他们找货 其实还挺复杂的 会耽误很多时间 愿意看呢 我会在下面放一些延时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忙什么 好预告一下明天的工作 明天公司总部那边会有摄影员 过来带着他们的家伙事儿 在我们这边搭一个小的摄影棚 然后把我们这边的名品一件一件的拍照留存 然后也是我们整理的过程 那这个工作可能要持续几天 明天可能就要忙这些了 好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